土地公庙宛如腾空飞起 原来是大型吊车 要把土地公庙放到拖板车上 吊车把金碧辉煌的屋檐 放到土地公庙的主体建筑 整个过程像在主乐高积木 视觉上相当有趣 这里是彰化园林 正兴礼福德公年久失修 不断老旧破损 还有漏水的情况 水手一摸墙面 马上就有剥落的情况 土地公土地婆指示要盖新庙 当地居民集资向厂商订购 一体成型的庙体 15号大型吊车小心翼翼进行作业 因为这座50顿重的土地公庙 刚盖好可不能摔坏 乡间小路巷弄狭窄 拖板车好不容易到了施工现场 吊车先将庙体调到预定的位置 接着再吊起黄色的庙顶屋檐 组装上去 好奇的项民拿起手机 抢拍难得的画面 庙方透露十二平大的地 请营造商原地兴建要八百万元 如果是用组装的方式 交货只要半年还可以省钱 组装好的庙 先用封锁线围起来 之后进行灌浆固定 配置水电 乡亲也相当感谢 土地公保佑 工程一切顺利 华氏新闻林建峰杨忠与谢忠义 讲话报道